这一家捐白米给弱势学生的知名连锁素食品牌 其实对于五六年级生来说是非常怀念的好滋味 从高雄出发他们后来选择转战北部的市场 不过现在连锁素食餐厅业者表示 要回到高雄再拓点增加地方上的就业机会 代表公司将白米捐给三星高商的弱势学生 顶呱呱素食连锁企业第三代 也宣布了一项好消息 未来打算在南部扩点提供高雄乡亲更多的就业机会 我们一直有想要往中南部发展 然后之前就是有发展过一次 然后但是有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慢慢的就是想要克服它 然后当然能回到高雄当然是最开心的事情 对啊 那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但这就是未来公司的计划 然后其他方面就是公司有一些新品牌规划 有可能有机会或是也可能有机会会来高雄 拥有40年的历史 全盛时期在高雄拥有十多家分店 顶呱呱曾经是本土素食企业的代表 后来市场竞争激烈 改而转战中北部 但因为创办人是高雄古山人 为了回馈乡亲 决定在事业版图往南发展 当然总经理跟董事长就是高雄人嘛 所以回到这边对我来说 对总经跟董事长来说 也是一种回到根的感觉 从捐赠百米到提供在地年轻人就业机会 对于本土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 三性高商的校长也竖起拇指称赞 鼎华对我们学校真的是非常照顾 也非常照顾南部的乡亲 也非常照顾台湾人 因为他们把所有东西都回馈在台湾身上 但目前来讲有56间 他们预计在开拓24间可能就往南部走了 那其实顶瓜瓜不只是炸鸡 他们现在目前有发展出养生锅 还有很多的比较养生的东西 希望就是说透过他们企业的再发展 让社会能够更养生 能够更健康 顶瓜瓜未来打算在南部扩展20多家分店 除了提供消费者更多的素食选择外 对于高雄的就业以及经济发展 也将会有一番贡献 党多新闻王思武潘之光采访报道